在基隆地检署检察长余力甄主持下 奉最高检察署的指示 基隆地检署查查会选及暴力执行小组正式接牌成立 由于距离年底县市长以及县市议员等九合一选举投票日 只剩下半年左右 地检署特地邀及基隆市和新北市相关检警调正风单位首长一起参加 宣示查查会选暴力以及假讯息的决心 那这次的选举包括我觉得会有一些触法的事情 就是假消息还有境外资金的介入 还有就是买票这个情况 那这是因为地方的选举 这种情况已经过去的经验会并不是不会发生 所以我是要呼吁各候选人 为了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 请大家要发挥我们候选人的一个维持国家干净选举的选风 但另外民众呢 毕竟是这个是国家的重要的基础的选举 也希望民众如果发现到有会选的情势的话 欢迎到我们有检举电话 那欢迎民众来跟我们地检署检举的话 那有检举奖金 那检举的一个个人的资讯我们都会予以保密 所以请民众放心为我们国家干净的选风 大家尽一份心力 谢谢 机动地检署检察长也和检警调 阵风单位首长一起拿着反会选和快筛剂 抹布以及口罩等防疫和查查会选暴力的牌子 呼吁民众勇于检举会选暴力等违法行事 不但可以拿奖金还可以选嫌与能 共同维护干净的选举 我希望说用一些比较轻松活泼的一个口号 能够让民众了解选举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这次就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就选举的快筛剂当做一个口号 希望大家一起跟国家选举好的人 那奉选人或者是其他的庄角也不要去筛钱 那民众也不要接受贿赂 维持国家干净的选举选举选风 谢谢 地检署准备快筛剂的用意是要呼吁民众 更用快筛剂筛出病毒一样 选举筛人万物筛钱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